今天我們就是最後一天在San Clemente State Beach 明天我們就會去另外一個State Park 就是在Laguna Beach的地方 叫做Crystal Cove Moro Campground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Campground 已經提過了,它是在San Clemente這個City San Clemente是一個沿岸的城市 Orange County 大概就是在L.A.和San Diego中間的一個City 這些建築物很有西班牙的色彩 所以它有一個別名叫做Spanish Village by the Sea 人口大概都是6萬左右 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San Clemente State Beach 這個Campground 其實就有三類型的Camp Site可以選擇 第一類型就是Full Hook Up的Camp Site 就是說有水有電也有排污 那些就是70元一晚 第二類的Campground 就是沒有什麼景色的 那種就是最便宜的 就是叫做Basic Tent Campground 就是40元比金一晚 而我們這個Site Ninety 就是50元一晚 它屬於Premium Tent Camping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有一些比較好的景色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Tent Campground 普通那些就可能在裏面 被其他的Site遮存 那由於這些Campground 整個Campground 都不超過10個的 那所以呢 如果要去預約的時候 就比較難預約的 可能呢 如果你要來Camping的日子 是已經不是很Flexible 譬如我只是告到這幾天假的 那可能呢 預約到的機會呢 就比較難了 但是如果好像我們這樣呢 我們是很Flexible 今天呢 我們兩天再試過啦 這樣呢 就 那機會就比較好些 我們就是Site Ninety 比較我們自己喜歡的Site 其實呢 在廣分後坐在這裡呢 他們已經走了 那他們這個是Site 89 89號 那 那 然後下面呢 在海前那個呢 Site 88 那些人呢 就說 整個Campground 是最好的Camp site 那 那好啦 那 我們簡單一點 做一個video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Camp site的設施 來吧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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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ator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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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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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Laguna Beach 到时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天经常都听到海浪声 夜晚都是被听着海浪声睡着觉 如果大家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不知道会不会记得 徐小凤小姐有一首歌叫人似浪花 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时候再把我冲回来 也不知道下一站浪会把我冲去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